南区宗教赖清德后援会在岗山举行成立大会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大进场时 受到支持者热情夹到欢迎 赖清德受其给南区宗教召集人洪荣风时 现场动算声不绝于耳 情绪为之沸腾 我们所有众教会的领袖 以及众教会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每一边回来到南部 特别感到温暖 这个温暖不仅是天气 其实更多的是人的感情 所以我刚才外面在门口走到这个舞台上 我的沉沉感受大家的実情 特别是今天在厚安会有相当的意义 因为是一方面是在南部 一方面是忠告 南部是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对台湾的监督 尽快坚持 忠告该站出来 就是要向台湾社会拳心 众神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大家说对不对 台湾对 赖清德致辞时表示 这次宗教界展出来 就是要向台湾社会宣示 众神要护佑台湾 要让台湾民主继续发展 他胜战台湾民主成绩排世界前十名 亚洲第一名 其实我们台湾的忠告 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相信大家应该一定有力量 听过很多人给你们报告 台湾按全权独裁的欧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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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开放的幸福时代 我们民主的性质 经济经济学人的评比 我们是世界前十名 亚洲第一名 自由的分数 经济美国自由之家的评鉴 台湾得到94分的冠分 受日本受伐 亚洲白第二名 我给大家报告 民主和自由的性质 这是要向大家表示敬意 因为我们都赞金驾跪跪头 向当困者抗议会 为人民尽住我们的困理 大家说听不听 赖清德表示 国际社会对台湾宗教的肯定 包括大家不分彼此 推动社会教化 进行公益 现在站出来 共同承诺 将捍卫台湾民主继续发展 记者李正道 高雄报导